有些美食你总得赶着季节去 也总要有那么一份不早不晚的运气 每年的四月到五月间 在南通城的街头巷尾 总能看到有人挂着一个小小的竹篮 上面用凉阴阴的毛巾覆盖着 轻轻地揭开 露出了一篮子脆油油的绿色 这就是南通人最具实力的一款美食 冷蒸 说起冷蒸 它最初的模样就是这些轻轻的原麦 就看每年到了四月份的时候 就看麦子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瘦出来 看那个麦子天天是这样高 然后这样高 就天天看 看到它瘦出来 然后二十天就可以采了 每年南通人吃冷蒸 满打满算 也就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之所以季节性这么强 就是因为 要想冷蒸好吃 选用的原麦 讲究一个将熟未熟 不能早也不能晚 就是太轻了 太轻了 那个麦子吃的局里 是好像粘粘的 明天那里面那个松松松的感觉 麦子是长出来是这样的 然后又长到个麦麻 就像手一样的这样扎开来 那个麦子散出来冷蒸最好吃 今天为我们做冷蒸的张阿姨 孩子们都在城里工作 每年到这时候 在家里做做冷蒸 等着孩子们从城里回来的时候 能尝尝鲜 既然是家里做的事 又不赶亮 又不赶时间 所以能自己做的 张阿姨总喜欢 自己手中操作 轻轻的麦穗 去除了麦芒麦壳 只留下 晶莹碧绿 玲珑剔透的清麦粒 这时候 将它们 放在土灶之上的大铁锅里 慢慢的翻炒 炒的时候 这个时间也得掌握精巧了 炒老了 冷蒸就会有烟火味 你不要操了 我已经差不多了 炒嫩了 冷蒸就会有一股的生味 所以您瞧瞧 这冷蒸在南通人的嘴里 虽是一道小时 但是做法上 真是一点也不能含糊 将麦粒变成最后冷蒸的模样 总要经历着将麦粒去掉壳子 再到大石墨子里碾压一番 原本清晶的麦粒也就变成了松松软软 脆脆悠悠 反着清香的心模样 这个就是冷蒸了 像冷蒸的话你们都爱吃吗 爱吃 很多人做也很多人吃 做好以后 有的人就是就这样拿了去吃 有的人回去加工放点麻油 放点白糖 拧起来 拧得越吃越好吃 就像宁钢一样的 现在人做冷蒸呢 仿佛是每年在这个时候 总要去做的那么一件事 现在人吃冷蒸呢 也仿佛是一年中这个时候 与美食共赴的一个约会 冷蒸就是这样 自然而然的存在于南通人的生活之中 总不会担心 哪一天他们会 平白无故消失的无影无踪 因为他们代表着南通的味道 他们更是南通人 对于家乡味道执着的权力 对于家乡味道执着什么呢 但我还是来拿来